在国王客运日前突然公告将停止资源与待死包括1551、2002及9026客运路线后 立法人蔡适应立即协调公路总局与国王客运磋商 最后国王方面同意持续行驶三大通勤路线 其中2002线与1551线将分别行驶到新经营团队接手 以避免9026路线因为业者仓促上路造成的拖班等问题再次发生 2002路线目前在几个月前已经有新的厂商得标了 那目前正在准备期原则上预计要上路的时间是在7月 那当然这个公路总局还没做最后的确认 那我也要求公路总局说在这个新的业者要上路前 相关的配套措施准点率司机班次员工训练等等都没有问题 只有才能上路那按照初步的规划是7月份 那7月份上路之后国王客运才会停止这条路线 交由新的业者来执行 另外在151的部分目前已经有重新新的业者得标了 在最近的时候公开招标已经得标了 那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他有半年的准备期 所以原则上是在年底的时候才会完成新的交接跟上路 那SIN也有要求公路总局转支国王客运 在这段期间国王客运仍然负有继续行使的责任 那国王客运也表达没有意见 会继续来继续来行使 所以我相信对这个民众来讲不会因为业者的转换 民众的权益受损 那我也特别再次提醒公路总局 国王客运的这两条行使跟代使的路线 在做新的业者更换的过程当中 绝对不能够重蹈9026的覆车 至于目前由多家业者支援的9026路线 班次与发车状况已经趋于平稳 蔡逊也要求公路总局方面 适度调整调度支援业者 9026经过这几个月的阵痛期之后 目前整个供需的状况已经确定于稳定了 所以未来公路总局在9026的政策上 会继续来要求福尔克运增加它应有的班次 就是恢复它应该要承诺的班次 以及我们现在在推动的第二条路线的 云业者的开放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相关的配套都完成的话 国光资源这条路线的部分 当然就可以就任务阶段性的任务结束 那至于何时阶段性的任务结束 这个公路总局已跟国光在协调 会以民众达成的权益为最大的优先 蔡逊应强调 在7月1200元交通约票正式上路前 会持续维持金融市的成绩运输服务品质 来保障通勤民众的权益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